清明时节 各种实鲜货也是分治塌来 来自青海的春蟹也悄悄进入了咱们上海的市场 与目前的三月清大闸蟹相比 青海大闸蟹的价格略高一些 但质量也更好一些 记者来到江阳水产市场 在淡水水产交易区 见到了青海大闸蟹的身影 与秋季上市的大闸蟹相比 个头明显小了许多 1.8两一只还算大的 大部分规格在一两半左右一只 这位先生正在过磅 准备送到饭店去 费人定好了 我们鼓量好 做梅好了以后 明天早上鼓来拿来 摊位老板介绍 这些大闸蟹苗是从崇明运到青海的 然后放在青海西州鸭湖喂养 由于高原的因素 比沿海内地湖区长得慢 算起来 这些大闸蟹已经有三岁 但是与江苏蟹放在一起相比 青和白度的特征更加明显 高黄也比较充实 据了解 青海西州鸭湖养殖的大闸蟹年产约30万斤左右 其中秋季有七成进入上海市场 春季蟹在五六万斤之间 目前二两母蟹100元左右一斤 二两半的公蟹75元一斤 比秋季大闸蟹贵了一倍 市场一天的销量在1000多斤 上海台特约记者报道 世界上海地cart 懂我从此过这什么字 我要当尘手